在今天是個高溫 炎熱的天氣 整個臺北盆地到達了三十六度以上 全臺灣都有達到三十五度 因為太平洋高壓勢力逐漸伸展過來了 明天 後天的週休假期 準備要出遊去 那我們就來講一講 這未來的一個禮拜的天氣狀況 會怎麼樣變化 把未來一週分成了四個階段 來告訴大家 在明天的時候 還是有 哪裡會有 山區部分會有 午後雷震雨 下午在山區的活動 向南投嘉義就要注意 那新北地區的山區也有一點點 可是平地的部分 基本上來說 在太平洋高壓的影響之下 我們都是晴朗 而且是炎熱的天氣 那到了禮拜天 禮拜一的時候 溫度狀況更高 甚至上看到三十七度的高溫 所以日更一兩天 連雨都下不來 全部都是天氣晴朗 到了下週二 下週三的時候 太平洋高壓勢力略略的減弱 略微減弱之後 山區又有一點零星的 我後雷震雨了 那到了星期四 星期五 在我們的南邊菲律賓 有低壓通過的時候 東半部地區會外海 因為東南風帶水氣進來 而有局部的短暫雨出現 而在西半部還是我後震雨 那這個週休假期 到高山旅遊夜晚是寒冷的 海邊風浪是偏小的 就來看一下現在這時候的色調 強化的雲圖了 雲圖上我們先注意 這個晴朗的區塊 到了我們臺灣上空 這就是太平洋高壓正在慢慢的往西伸展 高壓是一個非常大的系統 所以他移動的速度是慢 就像大象一樣 所以慢慢的往西的方向偏移過來 可是對於我們來說 可以注意北方 長江流域這邊是梅雨的降雨 這邊的封面帶 未來也會再慢慢的往北抬升 而在西南方這邊的海面上 這裡的大低壓帶當中 應該有一個小的低壓快要發展出來 這個低壓未來會沿著高壓的邊緣 因為高壓之後會伸展到達我們臺灣海峽 西南方 所以這個系統未來會逐漸往海南島 或往越南北部的方向移動 接著就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這一張衛星雲圖 你可以看到緯度沒放那麼低 北邊封面雲帶 太平洋高壓的勢力正在伸展過來 他現在主要的高壓位置 是在日本東方海面 未來三天高壓勢力明顯的增強 溫度狀況一天比一天炎熱 來看到地面天氣突然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未來高壓系統的往西伸展 之後使得滋留封面帶會往北抬升 下週二到下週三 封面已經到了北韓跟黃河以南的位置 那我們就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 晚上的溫度還算舒適 白天的高溫 北部三十六 中部三十五 南部三十四度 只有北部山區有五厚鎮雨 東半部地區天晴 外島地區全都天氣晴朗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陽光牆白天外出活動的防曬 工作不能少 中午天氣非常的炎熱 戶外活動記得補充水分 中午三十五 中午三十五